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小冬托邦 提到秦始皇,相信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除了一统中国之外 就只剩下残暴不仁,焚书坑儒和不死仙药了 古往近来大部分史书和文学作品中 秦始皇都是以一个暴君的形象出现的 早在西汉初年,秦朝灭亡不过数十年后 西汉政治学家文学家贾怡便写下了著名的《过秦论》 后来被司马迁收入了《史记秦始皇本记》之中 其中有一句话便是秦王怀贪彼之心,行自奋之志 不信功臣,不倾世民,费王道而立私爱 焚文书而库刑法,先诈利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使 《过秦论》中还直言不讳地说道 依夫作乱而其妙辉,身似人手为天下孝者何也 暗抽抽地嘲笑秦帝国之所以会二世而亡 其主要原因就是秦始皇不失仁义 但《史记》中对于秦始皇的描述就真的准确吗 始皇寂寞成见乃出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一处古墓 这里出土的文物可以说颠覆了数千年以来 我们对这位千古一帝的认知 也可能戳破了《史记》中的一个最大谎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考古界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震惊中外的各种大发现横空出世 1972年湖南长沙发现马王堆旱墓 除了三千多件珍贵的文物之外 还出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句诗诗 被称为东方睡美人的心锥夫人 两年之后1974年3月 被封印数千年的秦始皇地下军团兵马俑重见天日 1978年考古界又传来重磅消息 湖北省隋州发掘的战国曾侯以墓中 出土了一套改变世界音乐史的国宝曾侯以编中 千年不服女士心锥 秦始皇陵兵马俑和曾侯以编中 这三大震惊考古界的文物 我想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但是在1975年的另外一处考古发现 虽然在普通大众里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对于学术界的冲击 绝对不亚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三大国宝 下面就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75年 1975年的冬天 湖北省云梦县跟随全国的形势 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11月的云梦县寒风刺骨已经进入了冬天 这天傍晚青年农民张泽栋收工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 经过火车站附近的排水渠时 张泽栋在一堆黄土中看到了一些青黑色的湿泥 在常人看来这些只不过是一些颜色不同的泥土罢了 可是张泽栋之前的经历让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张泽栋业余时间喜欢钻研考古知识 之前惊人介绍就很幸运的参与过一座汉木的发掘工作 那段工作经历让他一眼就认出 这青黑色的湿泥可能是用来保护墓葬的青高泥 在深约三米的排水渠中 青黑色的泥土呈现出来一个清晰的四方形 显然是人为弃成的 张泽栋立刻就兴奋了起来 直觉告诉他他发现了一座古墓 张泽栋不敢当务 赶紧跑到县文化馆去报告 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连夜勘察 果然发现了古墓 消息层层上报 很快传到了省里 1975年12月初 湖北省文物局组建了一支考古队 火速来到云梦县 开始了发掘工作 考古队到达之后 立刻开始了仔细的勘探 在水渠沿线300米 发现了12座古墓 好消息是 这12座古墓几乎都是暴露在地表之上 但是却没有被盗过 不过令考古专家们有一些失望的是 这12座古墓都是小型墓葬 墓葬的大小 一般与墓主人的身份 墓中的陪葬品的数量和价值是成正比的 这也就意味着 这12座墓穴中 可能不会出土什么国宝级别的文物了 果不其然 几座墓葬中出土的器物 多为一些陶器和漆木器 根据出土的文物判断 这12座小型墓葬群 应该是战国秦汉墓 但具体是哪个年代 还无法判断 本来专家们都已经做好了 以平淡收场的心理准备了 可是在清理11号墓的时候 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11号墓的墓坑 明显比其他的墓都要大 墓口东西长4.16米 南北宽3米 墓深5.1米 坑土的上半部分为五花夯土 约为1.1米厚 中间部分是质地粗糙且坚硬的青灰泥 厚度约2米 最下面用来密封果室的是青糕泥 质地细腻而且密度较大 果室里有一个长2米宽 0.74米高 0.72米的木棺 木棺整个浸泡在果室内的积水中 积水清澈 没有一般古墓常见的淤泥 像这种清水墓 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常见 说明当年果室的密封工作 做得非常成功 这也为接下来的考古发现奠定了基础 12月19日 发掘现场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围观的群众踩塌了棺盖板上的一方土 当时的考古发掘现场总会有大批的群众围观 考古专家们也不好多说些什么 直到考古队的领队 发现其中一名队员的胶鞋上 好像沾了一片小竹片 领队赶紧大声喝斥说道 别动 把考古队员吓得直接愣在了原地 考古队领队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竹片 果然经过简单的清洗之后 竹片上的墨书字迹慢慢显现 这是一枚竹简 而且很有可能目关内还不止这一枚 考古队员们不由的加快了手上的工作 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随着关盖的缓缓打开 一具人骨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 骨架周围排列有序的堆放着8堆竹简 共1155枚 其中包括80枚残片 将近4万字 每片竹简的长度在23到28厘米 宽度不到1厘米 全部都是墨书琴历书 根据竹简的内容 考古专家们判断 墓主人应该是来自于秦朝的一名小官吏 而且亲身经历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因为这12座墓葬所在的位置是云梦县睡虎地 所以他们后来就被命名为睡虎地秦墓 11号墓中所发现的竹简 则被称为是睡虎地秦简 考古专家们认为 在深埋地下的2000多年里 竹简之所以没有腐坏 一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果实的密封工作做得很好 很大程度上隔绝了空气 尸体的腐败已经将牧师内的氧气消耗殆尽了 竹简就很难再和空气起反应 其次墓葬是长期泡在水中的 提起云梦 相信大家首先会想到先秦时期 江汉平原著名的湖泊群云梦泽 云梦县正是位于这个区域之内 虽然后来湖泊消退 但是这一带地下水位仍然是很高的 十一号墓在地下三米左右 长期浸泡在水中 这使得墓内的文物很好地隔绝了空气 延缓了氧化的速度 考古学上有句话是 干千年失万年 不干不食就半年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1155枚勤简 被考古学家们分类整理成了十部古书 它们分别是 编年纪 勤律十八种 效率 勤律杂超 法律问答封诊式 语书 唯利之道和日书 其中日书又分为甲种和乙种 牧主人头下所诊着的竹简 是最重要的编年纪 记录了从秦昭王到秦始皇时期 90年左右的历史 以及牧主人自己的生平 从编年纪中的内容来看 牧主人名叫喜 秦昭王45年 也就是公元前262年出生 秦始皇30年 也就是公元前217年去世 享年46岁 秦王正元年 公元前246年 17岁的喜 被上了户口 开始为秦国服摇曳 秦王正三年 四年和十三年 喜曾经三次从军 参加过多次战役 是秦始皇统一大业的亲历者 后来先后出任过 安禄玉史 安禄令史 燕令史 支于燕 等与刑罚有关的低级惯例 喜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工作狂 可以想象数千年前 在湖北云梦这个地方 喜每一天晚上顶着微弱的灯光 在纸头一样粗细的竹简上 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工作日志 这一写就是几十年 一写就是四万多字 喜当时并不知道 他处在怎样的一个历史大时代当中 也不知道他留下的这些竹简 对后世有着怎样的非凡意义 那么睡虎地秦简中 究竟记录了怎样的内容呢 众所周知 秦国主张法家思想 强调的是依法治国 但事实上 战国以前 社会上根本就没有法的概念 原始社会中 德才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识 所以在夏商周时代 强调的是依理治国 可是到了春秋时期 奴隶社会经历了高度繁荣的鼎盛期之后 开始逐渐趋于瓦解崩溃 出现了礼乐崩坏 此时德和礼 已经无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了 战国时代 一切社会行为都围绕着战争展开 此时以礼治国 显然就更行不通了 所以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 吕不韦的门客们 及百家之常 以儒家学说为骨干 以道家学说为基础 又将法家 墨家 农家 冰家 融会贯通 整出了一本 吕氏春秋 史称杂家 结果隔壁的韩妃子看完之后 一脸问号的说道 都这个节骨眼了 讲道理有用的话 还要法律干什么呢 嬴政瞬间就对韩妃子 鹿转粉 韩妃子的法家学说被采纳 但从此也奠定了秦始皇 被后世认为是暴君的第一印象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说过 孟江女哭长城的 七美爱情故事 说孟江女的丈夫被抓去修长城 劳累而死 埋于长城之下 孟江女万里寻夫 哭塌长城 露出了丈夫的尸骨 耳濡目染之下 我们都觉得秦始皇是个 强抢民男的暴君 可后来才知道 关于孟江女最早的记载 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跟秦始皇差着两百多年的 八竿子都打不着边 关于秦始皇最大的一个误解 莫过于焚书坑儒了 这位千古一帝被批斗了上千年 说是他导致了文化断层 可事实上 由宰相李斯提出的焚书建议 范围只是流传在民间的 除秦国以外的列国史记 而像农耕 医学占卜地理一类的书籍 根本就没有被烧毁 即使是被烧毁的列国史记 在皇宫内也有备份 而项羽后来火烧咸阳城 可能才是造成文化断层的 主要原因 清朝文豪刘大奎 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 书之坟非理私之罪 而项姬之罪也 项姬指的就是项羽 另外坑儒坑杀的 也并非儒生 而是460多名 在咸阳城内散布流言的方氏 不过不管是儒生还是方氏 这400多名被坑杀的人 是真实存在的 这一点秦始皇是跑不掉的 《汉书识货志》中 也有描述秦朝百姓苦不堪言的内容 说男子即使没日没夜 当牛做马努力耕作 还是吃不饱 女子即使不断地仿制 还是穿不暖 暗指秦朝的摇曳赋税 实在是太过繁重 百姓的大部分钱都上交给了国家 总之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 不少史料 对秦始皇和秦国都没什么好话 可是税虎帝秦俭 却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秦国 税虎帝秦俭秦俭十八种 司空一节中提到说 触犯了法律而被罚款的人 或者欠官府钱的人 如果拿不出钱来 可以扶姚义抵债 干一天的火抵八钱的债 如果需要政府提供伙食的话 那么就一天抵六钱的债 也就是说秦朝扶姚义的人 很有可能是有工钱拿的 那么这个八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秦俭十八种 金不律一节中说到 秦朝的一钱大约可以买二斤的粮食 八钱则可以买十六斤粮食 按照当时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来看 八钱可能算不上是多么优厚的待遇 但是解决温饱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秦运十八种工人城中规定 凡是参与劳动的 不管是低级官吏 还是工匠罪犯等等 冬季的工作量通通要减轻 三天只需要完成夏季两天的工作量 扶姚义的时候 男子的工钱高于女子25% 但是女子在做针线活 等女人专长的工作时 工钱要和男人一样高 秦运十八种数率中说到 一个家庭里不能同时征调 两个男人付摇曳 违反此规定的地方管事 一经发现将遭受巨额的罚款 可见秦朝的摇曳 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秦运十八种还记载了 最早的关于未成年人的量刑 说男子身高达到6尺5寸 女子身高达到6尺2寸的是为成年人 只有达到此身高者 才开始负刑事责任 秦国的一尺约相当于23.1厘米 所以男子在1米5.15以下 女子在1米43.22以下的 都是未成年人 是受法律保护的 这也表明秦朝把人力资源 看得比黄金还要贵重 想要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 来确保国家在未来 有充足的劳动力 秦运十八种摇曳中 有一条法律条文最引人注意 大概意思是说 百姓服摇曳的时候 如果迟到了3到5天 会受到训斥 如果迟到了6到10天 会罚款一顿钱 如果迟到了超过10天 将会面临一甲钱的巨额罚款 一甲相当于1344钱 差不多等于二两多的黄金 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与割肉是无异了 如果有事耽误了 直接去不了摇曳了 则会被罚款二甲 但这里有一个例外情况 会特殊考虑 那就是如果下大雨干不了活了 则可以免出摇曳 看到这则法律 相信不少人会想到史记中所记载的 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诗漆掌 实记中说 陈胜吴广是因为大雨 耽误了服役的时间 按照残酷的秦朝法律 诗漆 法接掌 就是迟到了就都得杀头 可税虎帝秦俭却说 如果遇到了大雨 则可以免出摇曳 究竟是喜在撒谎 还是司马迁欺负我们读书赏呢 不过也有学者说到 陈胜吴广一行人 服的并不是姚义 而是树义 姚义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在国家的基建工程中干体力活 但是树义是属于服兵义 两者并不相同 至于树义误了期该怎么处理 秦律十八种中并没有提到 再加上陈胜吴广起义 是在秦二世时期 当时秦朝的法律更为严苛 天知道胡亥 在指路为马的赵高的窜坐下 会对秦朝的法律 做出怎样丧心病狂的魔改呢 所以真相为何 我们尚未可知 但是睡虎地秦俭 与史记的冲突远不止这一点 《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记载 秦始皇南巡香山时 遭遇到大风 差点没能渡过湘江 一怒之下 命三千人砍伐掉了香山上 所有的树木 让整个香山都变得光秃秃的 可是在睡虎地秦俭中 秦始皇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环保主义者 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规定 每一年的春季 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 不准堵塞水稻 因为春季正是花草树木的生长期 夏季不得采摘还未成熟的蔬果 和刚发芽的植物 不得伤害又鸟又虫 动物发情期时不准狩猎 因为此时猎杀一只动物 就等于杀了一群 可见早在两千多年以前 秦始皇就已经有了 可持续发展的思维 目前公认的世界上第一部环境律法 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仪式 在1306年颁布的诏书 禁止伦敦的工匠和制造业 在国会的开会期间使用煤炭 以防止煤炭污染 可秦始皇颁布的田律 足足比西方的环境保护法 早了1500多年 不仅如此睡虎地勤俭中的风诊室 还是世界上最早的 具有丰富法医学知识的 刑事侦查类书籍 风诊室的内容大多数以案例为主 每个案例包括抓捕审讯犯人的过程 现场的勘察 尸体的检验 活体的检验 法医兽医的检验 以及对犯人的承办等等 简直就是秦帝国刑警办案SOP 风诊室一共有98片组简 分为25张 开篇第一张治愈中 就定下了审讯的一个大方向 说审讯时要以口供为主 以礼夫人最好不要用刑 恐吓嫌犯更是下下策 先听嫌犯把话说完 并且记录下来 就算是知道嫌犯是在胡扯 也先不要打断 记录完成之后再进行结问 边结问再边进行记录 一直问到嫌犯词穷为止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嫌犯不断的撒谎 屡次翻供 此时再考虑刑讯逼供 总之一句话就是 审讯的时候能不动粗就不动粗 实在不行要动粗的话 也要掌握节奏并且记录下来 封诊室中的案例分成了 盗马 争牛 贼死 穴盗 惊死 毒严等十几种犯罪类别 穴盗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 一对夫妻早上起床之后发现 昨天晚上放在次卧的棉衣被偷了 门窗都是关好的 但墙上被挖了个大洞 洞的下端连接地面宽 25尺5寸 用宽刀凿成 挖出来的土就被堆在了屋内 整个现场一共有膝盖 手印等各6处 斜印4处 斜印长2尺2寸 从斜印的纹路 脚印手印的深浅 家具的摆设 洞口的大小 形状等等 全部都逃不过秦里的法眼 在惊死的分类中 还有一个案例 说一名男性死者 被发现时 是吊在家里 东边卧室的房梁上的 邦案人员到达现场之后 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包括周围的环境 死者的衣着 年龄 样貌 绳子的粗细长短 打结的方式 悬挂的位置 高度 勒痕的颜色 形状等等 还把死者的妻女 都叫过来一起验尸 上吊的绳索 有指头那么粗 在房梁上 绕了两圈以后 打了个结 流出二尺绳头 尸体的头部 距离房梁两尺 脚距离地面二寸 头和背部 是紧贴着墙面的 舌头伸出来 大约到唇部的位置 下体有屎尿流出 弄脏了双腿 解开绳索 放下尸体之后 口鼻有气体喷出 绳子勒痕的位置 有明显的淤血 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伤痕 在记录完整个案例之后 书中还进行了总结 说判断一个人 是否为自意而亡 需要看结绳的方式 是否有绳套 舌头是否吐出来 头脚与绳结和地面的距离 有没有屎尿流出 解开绳索之后 口鼻是否有气体排出来 身体是否有其他的淤血 舌头不吐出 口鼻无出气 绳子勒住的地方没有淤血 绳套套在头上脱不出来 只要满足以上四条中的其中一条 就不能判定为是自杀身亡 可见当时的秦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人体解剖学常识 在顺虎地勤俭被发现之前 我们只知道宋代著名的法医典籍洗缘录 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创法医学的国家 可殊不知 这渊远流长的传承竟然可以追溯到秦朝 另外封诊室毒炎中的一个案例 不仅体现了秦朝官吏办案的严谨性 还揭示了当时令人震惊的医疗水平 封诊室毒炎中的这个案例 是关于如何处理医病传播的 说有一天邻居们怀疑一个叫炳的人患有毒炎 毒炎是秦朝通过唾液传播的传染病的统称 邻居们怀疑丙有毒炎便把他押送到了官府 根据秦朝的法律患有传染病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的避免与大家接触 更不可以共同使用餐具 如果知道自己有传染病 却故意瞒报的是为犯罪 官府审问了丙之后 丙说他的外祖母是毒炎患者 自己过去曾与30余人都共用了餐具 于是丙就被判有罪 被官府送到了其他地方 但后来官府找来了医工检查 发现丙并没有染上毒炎 于是丙就被无罪释放了 那么丙究竟被送到了什么地方呢 封诊室毒炎中虽然没有交代 但是税虎地勤俭的法律问答中却有记载 说一旦发现传染病患者 应该立即送往历迁所隔离 可见秦朝人当时已经有了主动防治传染病的意识 还专门设立了防疫机构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代 秦国虽然是诸国眼中的蛮夷 但是秦国医学的发达是公认的 左传《成功十年》中 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医案 医案中的名医袁就来自秦国 说春秋时代晋文公的孙子晋锦公生病 向秦国求医 秦桓公派了一个名叫袁的医生前来诊治 袁诊断之后说到 急不口为也 在膏之上慌之下 意思是病灶已经躲到了药力 所达不到的隐蔽之处 古人把心加上的脂肪叫做膏 心脏与隔膜之间的空隙叫做慌 病入膏肓这个成语也是由此而来的 所以很有可能当时秦国的医学 已经有了现代医学的雏形 只可惜秦朝二世而亡 这些令人震惊的医疗制度 并没能完全传承下来 顺虎帝勤俭中有一本书的内容 非常有意思 它把一年的日子分成了十二类 再结合天干地支 精准地告诉你 哪一天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帮助你选择良辰即日趋利避害 传说清国的老百姓 每一天早上睁开眼 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眼这本书 否则就会手足无措举步维艰 这本书就是 《睡虎帝勤俭》中的日书 日书可以被理解为 指导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本预言书 如果你是一名军人 翻开日书一看 历野战必得猴王 你就赶紧抖擞精神准备作战吧 说不定能够一举俘获 敌国的诸侯侯将领 然后加官进爵 一锦还乡 如果你是一名农夫 播种前一定也要看一眼日书 因为哪一天该种什么 不该种什么 都写得清清楚楚 比如说 翻逢银日即种小米 丑日即种高粱 亥日即种水稻 子日即种麦子 掐指一算 今天刚好是子日 那就别种麦子 改种水稻吧 如果你是一名官吏 更要好好的看一看日书了 因为它很有可能 与你的官运息息相关 日书会告诉你 哪一天 什么时候 该去向领导汇报工作 不该去的时候去了 保不齐就会撞到枪口上 惹得领导勃然大怒 可以说大到婚丧嫁娶 小到衣食住行 日书对于秦朝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的影响 已经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 有人会说了 这不就是皇帝吗 没错 日书其实就是秦朝的一本皇帝 但是日书中 还有比皇帝更加有意思的东西 古人重信占卜鬼神 日书甲种的截篇里 就记载了20多种鬼怪的名称 以及各种花式驱鬼方法 比如说无缘无故攻击人的 那叫刺鬼 常常引诱迷惑别人的 那叫诱鬼 如果家里的家具 莫名其妙的被损坏了 那可能是漏牙鬼干的 还有一种哀鬼 没有去处 喜欢与人为伴 被哀鬼缠成的人 会整天面无血色 无精打采 有时候甚至不吃不喝 如果家里的灶台 无缘无故的 怎么都煮不熟东西 那可能是洋鬼偷走了灶台的洋气 不过不要以为 所有的鬼怪都是出来作祟的 日书中也提到了一些 给人们带来好处的鬼怪 就比如说炎炎夏日 如果突然发现 家里十分的凉爽 那可能是有幼龙光顾了 如果发现 家里多了一些 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那可能是妖鬼干的 因为他们总是喜欢送人东西 对付不同的鬼怪 需要用不同的方法 而日书中所提供的驱鬼指南 也都是简单易学 确保人人都能成为驱鬼大师 所谓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驱鬼也需要工具 一些随手可得的工具 包括沙草 白毛 桃木等等 白毛可以用来驱赶 充当夏日空调的幼龙 桃木弓 鸡毛剑 可以用来驱赶攻击人的刺鬼 还有一些驱鬼的方法 更像是一些民间偏方 就比如说 如果近来你总是感到 无缘无故的悲伤 就可以去折一段跪枝 在农历十五的早晨 迎着阳光吃下去 这样就能够全部治愈了 不过强烈建议 现代人不要尝试 因为鬼没驱走 你可能还得去挂急诊 还有犬使 被秦人认为是驱邪的灵物 所谓犬使就是狗使 秦人认为 如果被厉鬼缠身的话 可以用洗狗使玉的方法来驱邪 不过这个建议 大家也不要再试了 有人可能会问了 日书节篇中 记载了那么多鬼神 秦朝人难道都见过吗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在秦人的鬼神观中 鬼不过是人死后的 一种存在形式罢了 这样一来 不但可以解释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怪异现象 也可以寄托对秦人的思念 而在截篇记载的 大多数驱鬼方法里 除非危及生命 否则不一定要将鬼魂赶尽杀绝 这就是秦人对鬼神的敬畏 也是对自然的敬畏 敬畏本身就是一种包容 也是一种智慧 总之税虎地勤俭的内容 从秦朝的法律 再到医学 再到民俗文化 其体量之大 堪称秦朝的百科全书 而这些内容 都是秦朝基层官吏喜 生前一笔一画写下的 提到考古陪葬品 我们一般想到的都是 金银珠宝 名贵字画 古董青铜器等等 可喜却把自己生前 兢兢业业的工作笔记 和法律文书 都跟自己葬在了一起 木棺内的陪葬品 都是牧主人生前非常喜欢 和重视的东西 也可兼喜对秦绿的热忱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振玉多年之后 回忆起发掘现场的情景 依然肃然起敬 他说按照常规 木棺内的器物并不多 清理时应该工作量不大 但是当我们看到 牧主人的头下 左侧右侧 腹部足部都堆满了竹简 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 从复原图就可以看出 洗下葬时 整个人几乎是被竹简埋了起来 身旁的竹简放不下了 就堆在他的腿上 这是一个多么热爱自己工作的官员啊 我相信正是因为有 无数像洗衣一样的基层官吏 秦朝才能够结束春秋战国以来 诸侯割据的局面 实现统一大业 毫不夸张地说 在云梦睡虎地秦俭出土之前 世人还从未有机会 如此直观地揭开秦代法律的面纱 睡虎地秦俭也让学术界意识到 两千多年以来我们对秦朝 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或许存在着太多的误解 有人可能会说 睡虎地秦俭和史记的矛盾之处 我们并没有办法确定就是史记错了 这点我并不想否认 史料都是人记载的 世人就会受到主观立场和情绪的影响 但至少洗留下的竹简 为后世看待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风起云涌 和一个有血有肉的秦始皇 最后这周的会员视频 会跟大家分享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轰动一时的冤案 订阅了会员的小伙伴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准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by bwd6